好 回来 今天是4月25日的《啤梨漫堡》 我看到网友写《抑敏病重》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我想你也没什么恶意 不过用词就要斟酌一下 如果不是病状 就是检查身体有些状况 应该都很快可以 出来跟大家开麦了 好了 今天我有个体验 但我就可以先讲这个体验 然后等我再去 confirm 真是有料到 我才介绍给大家 我相信很多人会问 话说我今早 作出我人生的第一次 就是针灸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 在几个月前 我在马来西亚 跟建国保罗 喝茶聊天 他说眼睛是这样的 于是大家带了一瓶 药水给他 对了 他说开 原来 他之前 好像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建国保罗 其实是一个 他表面是一个工程师 但实际上 就是以前 他是一个 飞车手 他去过澳门 拿过奖 还是飞电单车 你也知道 是啊 你也知道 有没有人过成龙 成龙也是霸鬼 好了 说实话 成龙都跟我 叫 算不算是捏过车 我都不知道 成龙跟你捏过 为什么呢 我那时候 我开了一辆车 在广东道 他在我旁边 接着我们 看到成龙 成龙大哥 那时候八十年代 他看一看 然后 他就被洋长怡 我们就追他 追不追到 你当然追不到 他旁边有没有女儿 没有没有 其实 现在全都撇开了 很多人很不明白 外国人 他们有时候 我们一说 我 coming from Hong Kong Jacky Jacky Chan Jacky Chan 不是 他们是很自然的 他们是很自然的 因为我跟大家说 个别 如果你说这一代 这七十后八十后 很多外国人 他真的 真的在成龙 你不要说 不是李小龙就成龙 是啊 甚至乎 他就提不上李小龙 不是用我来说 李小龙的传统 早死了 James Dean 但他们不会为意 他以为我们会很骄傲 但我们就会说 We Hong Kong people We don't hate We hate 甚至Jacky Chan How come why 那我们一大阵可以说 我们现在吃什么 纯粹不是说过 也没有加任何料 我们就吃 杜先生 就是这个小度良品里面的 花椒 什么 花椒拌面 听见花椒 很多人就觉得 我不喜欢那种味 花椒油 是的 但是 各人口味 十三位是很喜欢的 我也觉得 我不喜欢吃花椒 但我也可以的 那为什么我们是什么 其实纯粹是 我饿 那我做了两个 这个是多少个 十三米 两个 我吓得我 一个 就死了 十三 两个 而他十三米在外面吃点 一点的 所以这些 其实的份量是OK的 那我刚才 我两个很多 不 因为我其实 三个吃都可以 我是闹着嘴 因为我怕我 一会儿吃饭 闹着嘴 所以 我问你们 你又吃的 阿菲律又吃的 如果不是的 其实如果我们闹着嘴 三个 一擠 两个人吃都可以 你先夹了 好了 首先 今天 就同一时间出来 当这个 这个 财经事务 及库务局局长 那个什么 许俊宇 许俊宇 讲到很厉害 什么家族办公室的时候 其实 新加坡 《可合时报》 都在说 这件事 高盛说 他说 估计高盛怎么说 会有大量的家族办公室 会来到澳洲 香港和新加坡 主要是 麻烦 他说 最重要 他们在高盛说 在新加坡 管理员工数量 他们 是会再增加多30% 他没有说澳洲 或者香港 其实大家是 sense 到他在说什么 说真的 我很背 其实家族办公室是一件什么事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争 但是 就这样看 家族办公室 我上网看过 他在这 当然会有消费 但是 是不是真的带来很多经济效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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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